常常会有人说 古言诗到底修什么 我说以我认知 古言诗就学佛法修佛法 既不是贤也不是密 既不是禅也不是净 也不是律 通通不是 但是通通是 因为这一切都是从不同的角度 在凸显 某一个宗派 或者某一个认为重要 就强化 它的重要性 事实上我们是真的要平等的 去认知受用展现 不要把自己贴标签 我这边是密教的 我这边是绿的 我这边是净土的 千万不要贴标签 你贴了标签 既贴了自己也贴了别人的眼睛 把自己贴个标签 你还一看到 这是净土了 我不要来这边参禅 这边是密宗 我不要来这边学佛 好像密跟佛是两码之士 事实上所有的宗派 都是佛法 纯依佛法的 一点点的表象而已 我讲一点点 还不能说 我比如说天台当然也很高 那天台就涵盖了佛法的所有吗 绝对不是 华言就把佛法都讲完了吗 绝对不是 你说不管四十卷 六十卷八十卷 他谈了佛法什么 真的都有把他谈到了吗 不是啊 所以这有限的音声 有限的文字 有限的经典 那都是佛法的一个化身而已 就一丁点的东西就呈现 真正法界里面才是圆满精彩的 所以我们不管学什么 到最后其实都要进入这一真法界 那这一真法界的根本 是我们有如来藏 我们有佛性 这是因 那因所显现的 看你记住了什么圆 就显现什么像 呈现什么果 但是我们晓得那些都会变 你越来条件越能掌控 你呈现的果就越方便越圆满 就这样子 当然基本的因是 共同的是相同的 所以还是要回到这边来 才能够在日常生活 在行出作物 在云为造作里面 你都能够修 因为离开这些 根本就没有什么好修的 根本就没有修的条件 跟原因 就根本就没有